有video的 我們先收回心心 數三聲之後 我們一起給個心心出來 Ready 1 2 3 Yeah 好了 又有不同 很棒 我覺得我每次跟死夢二的朋友做事 我都會學到100個心心的動作 他們全部都很快 好 我們繼續給多兩個心心 好 好 可以 只是這個比心心 我們可以一路給二人二三 他們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包館 好 讓大家先 不好意思 前面中間我們需要多一張 是我們的大會示範師之一 我們看看前面中間給多一張 OK 是不是 好 歡迎我們的幾位嘉賓 預備跟他們聊天先 跟我們的同事 那今天來到現場 雖然是我們戴隨即日子 但是新一年 不夠十二個小時就會來到 所以都想請你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的同事 也都講一些新年的祝福 不如就從我這邊 Jasmine開始好嗎 希望大家今次新一年可以 所有的現場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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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家好 我是Janice 楊佳儀 想祝大家新年快樂 另外就希望大家在新一年 在新一年 有夢想的記得要去追 不要白費這個人生 謝謝 嘩 正啊 太好了 剛才我跟你們說 你們不要每個人都出來 Happy New Year 我真的每個人都有 我相信我今天的遊戲 一定帶不了你們 不過呢 我們先不玩遊戲 先來聊聊天 因為新夢傳奇異 就在十月份的時候完美落幕 我相信大家都在這個 比賽過程裏面 拿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做出了各自的成績 那在2022年 很快要結束的這個瞬間 回顧整個新夢二的旅程裏面 我知道有很多很難忘的地方 但如果我只容許你們選擇 一個 一個最難忘的畫面 會是哪個畫面 你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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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男士先吧 剛才我第一個叫了Jasmine 嚇一嚇她 我現在要保護她自己 對 最難忘的畫面是 呃 整個旅程 我覺得現在想起最難忘的 是我們最後一次 在決賽跳回那個 超人的那個畫面 因為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拍了一個MV 然後去最後決賽 再跳回 看到大家 同學員已經 成熟了很多 或者成長了很多 這件事很大人 大過了 成長了 這件事 OK 答案 我覺得 最難忘的 是我們一開始拍 《波希迷雅》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 六分幾鐘 一踢過拍的 所以 真是完成了 是超開心 好像大家完成了一個狀舉 這個是 到現在也是超難忘的 我們三二一 那件事 超開心 超開心 一開始一結束 兩個都說了我 看你們兩個說什麼 Janice 如果在聲幕旅程裡面 其實我最難忘的 都是 最美的 但是最美 反而不是在台上 是在 我們 下了台之後 我們跟幕後團隊 一起去做一個類似大檢討 然後有一個 恭喜大家 又多謝大家 其實那個時刻 我覺得 整個女生裡面 最難忘的 是 一而想說在整個節目裡面 除了我們在舞台上 看到的你們之外 其實幕後整個團隊 真的很多人的功勞 Jasmine 我最難忘應該是 我們最後一次面試 即是宣布大家入魂那天 因為我們是 面試完之後 要等整個五分鐘 這些九個字 然後我們坐在 一廠裡面的觀眾 就在那裡 很緊張 然後我們那次是 第一次 正式見到大家 然後就 在那裡 第一次聽到 那次好像 那個好像是 一年前 12月20日 18日 哇 連那個人子都記得 我想這一個 都是你們幾個 大家都很難忘 可能是人生裡面 最難忘的 30至45觀眾 那個是 那個等待的過程 我想問這個過程 你們大家互相看著 大家是緊張到很安靜 還是有聊天 即是有些人 出來患磨氣氛 你回想那個 就是你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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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加上是 每個人都會說 我回家了 我看過兩天見不到 即是在那裡 正常的 正常的 其實自己很怕自己進不到 但是很緊張 即是考試 之前每個人都說 我不管輸 這些事情是同一個道理 這些事情 好了 在接近一年的整個時間 在比賽裡面 因為我們算到今天的話 是真的剛剛好 是一年有多的日子 剛才都說到這一年裡面 我想大家 預算有很多不同的 除了在比賽裡面的成績之外 還有比賽以外 譬如可以為大家 帶來很多現出的機會 甚至建立了 有自己喜愛你們的品絲 在這個2022年 如果我們說到 其中一個更大的得罪 我想在比賽裡面 你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我知道你們 每個之間都很好朋友 所以作為主持人 一定要問這些很丟轉的問題 就是 最friend的是誰 還有你不可以 只是說名字那麼簡單 你一定要說一個原因出來 或者某個小片段 去帶得出 他跟我真是最friend的愛 是的 不在場也可以 不是今天在現場也可以 好 有沒有誰想當聲 可以收到嗎 可以收到嗎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真的 真的 他會當的時候 就會這樣 對了 那麼我們先當聲音吧 先當聲音 是 最friend 最friend 應該是燈琴 是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聖誕節 我沒有燈琴 我沒有唱首Star 所在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還是有繼續 維持著大家在音樂上 有交流合作 我覺得我跟他 最近都見得很多 就是 可能 他弄歌的時候 他在這裏 或者我有什麼 我有運他 所以 這個火花是我覺得 做friend 我們是燈琴 OK 好 另外三位都可以說 喂 除了這些真的出了一首歌 大家都知道的 有些秘密講一下更加才好 如果有的話 Pamela 好 那 我最有friend 大家猜一下 他是不是在這裏 在這裏 他一定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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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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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叫聲 才告你們 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 是不friend的 而且一開始 都算是幾不friend 那種 因為Janice 她有一個氣場 就 令我有少少強迫 但是真的去到 回了隊 和Janice 有多於合唱的機會 一開始浮誇 先 還有我們兩個合唱 就是依然 當時真的見多了 和互相認識多了 然後跟她聽起來 就發現 其實她跟她那個 高男的形象 是相反的 而且我們 想的東西 是 我覺得都幾頭 不是幾 是超頭的 所以 就變成這樣 所以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我剛才說一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在哪個時刻 突然之間 大家覺得CLIP到 或者你們很難 和其他人一樣 其實CLIP到 是像Pamela說 我們自從 合作男女 做了之後 因為我跟Pamela 有少許是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計劃 我們要發起 我們要安排 然後我就 越來越覺得 我一開始都覺得 Pamela是一個 很有禮貌的 我很喜歡很有禮貌 Pamela 也有第一件 就是很有禮貌 然後我們一起合唱 我覺得她分配得很好 就是我是一個 很cheotic的人 但是她是一個很繩子的 所以有很多我覺得 我沒有的 Qualities 是她所創造的 所以我很欣賞她 然後很難忘的 就是 其實 剛才Pamela說的 我經常都會被人 有一個 很 很高難的 很cool的現象 好像 其實 但其實我完全不是 但我又 不知道怎麼改變 那樣 Pamela 她很恐怖就是 看到內在 內心的我 她也都在我們 合唱完之後 她又很honest 這樣去 將她心裡 告訴觀眾 或者給互相聽 就說 其實Janice 不是這樣的 你們不要再誤會她了 那一刻是我 人生裡面很少很少 很少可的會 演出上面的 好 OK 我們給點掌聲 這對好朋友 好朋友 可以一起 真的 真的 好開心 好了 Jasmine到你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Crystal 她就是我 我們 很多事情都不用說 我們相處的時候 經常都會突然 你又想知道 我想吃這個 都不用說 很多時候都不用說 說話都可以 這裏的電話 聯繫了 所以這個是 感覺到最好的朋友 就是大家好像 我覺得在 比賽的歷程裡面 又或者 譬如我們整個 2022年裡面 我都很希望大家 都沒有找到 一個很好的朋友 因為日子總是這樣的 很順利 很開心的時候 亦都可能會有 需要有朋友陪伴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好的朋友 就像他們一樣 可以完成一段很好的旅程 然後繼續和大家見面 一定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好了 我們聊天的時間 才來到這裡 因為今天 有我們《師母傳奇異》的朋友 在這裡 當然最重要的部分 是要為大家唱歌 在這個時候 我想請 Ladies first 三位 Yosefas 對了 謝謝 謝謝 劉文思 好 接下來我們